第1女神 這是我們熟悉的 第1女神 謝金燕 更說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不過時間回到24年前 她剛出道的時候 其實並不像現在 那麼的大名大放 在1990年 謝金燕憑著一雙110公分 收長眉腿 在電視節目中獲得 眉腿小姐冠軍 開啟了她的演藝之路 對啦 而且我戴著進來 也不知道怎麼想著 老是以為錢 她從天上掉下來 講話帶著土土的香音 還貼個三八字 你看得出來她是謝金燕嗎 我們就希望 找一個蠻漂亮的女孩子 五個裡面都醜男啊 什麼彭恰恰 徐孝順啊 鍋子錢 他裡面就是一個美女 美女那時候演喜劇還不多 當時參與電視節目 連環泡演出 一個年紀輕輕的美女 跟在大哥大姐旁邊辦仇教 那個時候知名度並不高 出道之後 到連環泡演戲 幹嘛 好像她是不是 諸葛亮 我們都沒有很 都不太清楚耶 好像到後來 她都好像離開了 連環泡之後 我們好像才知道 她是諸葛亮 那也不 她也沒有提出 正當她的父親 諸葛亮 身份曝光後 讓大家注意到她 演藝事業才正要起步 但是出道後的隔年 一場災難降美 即使要帶走她的性命 她在十七歲的前夕 發生了一場非常大的車禍 車禍她跟她姐姐 都在車子裡面 這個車禍其實很嚴重 當時謝金燕整個來講 骨折 然後骨盆也衰裂了 醫生一度認定 謝金燕的下半輩子 離不開輪椅 但諸葛亮送她到日本治療 最後謝金燕憑著過人的意志力 奇蹟似的逃過死結 她整個其實臉有在 因為車禍而必須要去做過一些修容 她其實修容比以前更漂亮 譬如說她的鼻子比以前更挺 重生的謝金燕 外形依舊亮麗 身上的傷透過復健慢慢的康復 但心裡流下來的傷痛 卻是她揮之不去的夢魘 把我的悲傷留給自己 這是歌手陳生的歌 把悲傷留給自己 謝金燕車禍前一刻 正在聽的就是這首歌 曾經有一次在計程車上 再度響起這個熟悉旋律 忽然間所有痛苦回憶涌不上心頭 謝金燕請司機關掉音樂 原來二十多年過去了 她還無法走出陰霾 一直到這一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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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天涯海角 神使你無恙情 2012年 小巨蛋個人演唱會上 謝金燕顫抖地唱出多年來 牙抑在心中的痛 在22年前的今天 我出了一個非常嚴重的車禍 演唱會上 娓娓道出車禍的心無力程 謝金燕也是在這場車禍之後 在1993年 開始以歌手身份闖蕩演藝圈 這是他第一張唱片的主打歌 當時製作人就是鼎鼎大名的 劉家昌老師 楊登奎楊先生就跟我講 他說你來看看這個小孩子的歌 怎麼樣 那我就在台外面聽 唱完了我說不錯 博樂遇上千里嘛 劉家昌決定幫謝金燕出唱片 只不過唱的不是台語歌 而是國語專輯 我說你可以唱台語的嗎 因為台語的競爭比較小 比較小 他跟我講的時候他不要 他要唱國語的 謝金燕年紀輕卻志氣高 想要挑戰國語歌主流市場 師傅劉家昌不但親自幫他製作整張專輯 還陪著他一起上諸葛亮的節目 你說人生也令我沒有意義 你說人生猶豫我不願意 不過很可惜 國語唱片一推出後 市場反應並不熱烈 唱片沒有紅起來 沒有紅起來呢 所以才走過這個台語歌曲路線 隔年線經驗轉戰台語歌壇 第一章痴情一場空 表現並不突出 直到發行第二章專輯 含淚跳恰恰 才一炮而紅 這首含淚跳恰恰讓他知名度大增 尤其是在唱台語電影之前 成了他的招牌成名曲 並且傳唱到現在 接下來的五張台語專輯 都難以超越 謝金燕的才華 不僅在歌唱展露天分 他也參與電視和電影的演出 這樣就被我迷倒了 你跟我說 要做出好的料理 不一定要考慮到自己的頭腦 從大銀幕演到八點檔 謝金燕都能完美詮釋 或許正從他小時候 就跟在諸葛亮旁邊 間接地把老爸在舞台上 說學逗唱的絕活 一點一滴的吸收 這個女生的聲音 真的好害怕呆了 他以前常常在我身邊 從小時候 就跟我在藍寶鼠 在旁邊在看嘛 他看我演 看我表演 看我主持 看我拍戲 他動感的能力 很小就看得出來 他當然不是拿麥克風 會拿那個什麼書籍 有得到 吹風機 有時候他也會跟著唱兩機 甚至滿調皮的 他會模仿豬哥亮 我得哥亮 他很可愛 小小的這樣 謝金燕從小就有藝人特質 但是出道前期 他的家庭背景 蓋過他的演藝才華 又經歷生死交官 車禍陰霾 升職心中 最後終於克服心魔 用歌聲證明自己的能力 他也會被捕咬 他一定是 這一個記憶 也把他 她要打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